二小姐要爬床 你先下去吧 是 父亲 你回来了 娘子就算在屋内赏月 也应该披荐披风保暖进行 万一受凉了 岳父怕是要怪罪我 娘子这般勾忍的模样 还是少让人看得去的 父亲 你觉得妹妹怎么样 妹妹 颇有才情 温柔贤淑 且深知礼仪 怪不得能成为江南才女的 那 父亲喜不喜欢妹妹 自然是喜欢 娘子的妹妹我怎么会不喜欢 父亲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娘子是想说什么 夫君可有纳妾的打算 娘子 是想让我娶了若柳妹妹 不是 我只是问问夫君可有此意 若是我有呢 那自然是义夫君的意思 既然夫君有此意 那我明日便向父亲母亲去说明 我方才只是跟娘子开了个玩笑罢了 妹妹如此出色 应该适合更好的人才是 我深知娘子贤惠 但是呢 那妾之事 我们还是以后再说吧 按理说 这可是一件好事啊 为什么夫君要拒绝 夫君 娘子若是再不睡觉的话 我可就不能够保证 待会你能够睡着 什么好吃的啊 这么香啊 老爷回来了 父亲 没事 别理想 些智能 只能够睡觉 睡觉 这好事 还傻 别理想 告诉你 我 你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